真的是让爸妈看了好心疼 有民众投诉说 基隆势力的建德幼稚园小朋友 每天上课的教室呢 一下雨就会漏水 所以您看到桌上和地板上 都放满了很多的水桶 为了躲雨 所以全班同学必须东挪西挪 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 围成一团来上课 校方也表示说 由于教室是30年老建筑 要等到寒假才会全面减修 围成一团七嘴八舌 小朋友上课一旁还有滴滴答答 水珠作伴 抬头一看天花板严重军裂 雨水从屋顶不断森进教室里 老师不得已把同学聚集到 没有漏水的小角落 童言童语 爸爸妈妈听了好心疼 教室每天漏水还来不及整修 幼稚园图发奇想 拿出厨师机当法宝 只是这样做效果有限 三十年老建筑不止屋内天花板军裂 到屋顶一看更是不得了 排水系统堵塞严重积水 加上连日来的大雨漏水更严重 我们预计是十二月底前 十二月中的时候就要完成发包的工作 承诺寒假就会全面整修 只是家长心急的很 希望修缮工程尽快开工 别让孩子上课午休 时搭搭恶梦一再重演 真新闻基隆综合报道